近日不少看好油價的朋友都會買西方石油的奧士 你覺得現在這些水平買入 還是一個值得吸納的時機呢? 其實奧士我都可以講一點點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我承認這個看法也不是我石破天驚的想法 我也承認坊間有一些很清楚石油股的人 他是用一些別的角度去分析巴菲特先生 去買奧士這件事的 我們都想分享這些我認為都挺高的 或者是挺有一個特大的看法 這個就將他們的看法 就代用通告我的口就瞄準給大家聽 其實很坦白講這個 很多人去買奧士 其實近來很多香港投資者都買奧士 很坦白講這個 他們不會買八五叉 也都八八三個特別股息 在吃完之後就當勞手拋了它 他們也都不會買阿森美孚 甚至也都不會買雪佛龍這個 那它就是買奧士 那明顯是純粹是因為巴菲特先生的關係 那也都是因為老巴那個關係 就覺得無敵的了 這些東西升硬的了 那其實呢 是不是一定升硬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當然它圍了整個股價都是一浪去一浪的算是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奧士近來由高位 所以由一撒馬都回到好像我印象中20多個百分比 大家可以幫忙檢查一下 就是它是由6070元那些 它是報錯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元的 那如果你麻木地說這個 巴菲特買哪一個價錢都贏了 其實你遭遇那段跌浪你都很痛的 馬一只虧了又升上來 所以都有一些所謂尷尬的局面 好了 針對這個巴菲特是賣奧士 還是它的股價也不是說是完全一帆風順的那個角度呢? 那我自己對於它買奧士有些什麼看法呢? 那我主要是批兩個市場 不是太講的論點了 第一就是說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呢? 就是巴菲特買奧士呢 未必說一定看它有一個非常龐大的上升空間 那它用來做什麼呢? 其實你有沒有想過它可能買奧士呢?是為自己龐大的資產的組合 去進行一個側面的對沖呢? 因為其實市場始終會單一個油價發瘋的那樣向上升的嘛 好像摩恩大通那樣 它都作出一個很災難性油價的預言 那如果萬一這件事是成真的話呢? 那只有石油會去上升了 那其他巴菲特所持有的那些Apple啊 或者那些金融股就應該跌到很淒烈的了 那它為了去進行一個所謂的對沖 做對沖你不妨只有兩個手段而已 要是買電是不是? 要是做一些側面的對沖 側面對沖就是說 有些東西是災難出現的話 只有那個Building會升的而已 其他那些都是跌倒了 那其實所以第一個想法呢 其實巴菲特買奧士呢 它有機會是一個側面對沖來的 這種是市場沒什麼人說的第一個說法 而進一步還有一個說法是什麼呢? 其實奧士這個股票呢 如果有詳細研究過 其實它是一個比較特別的石油股來的 它昔日做得不好 或者是很多那些投放的東西做得不好 所以它的股價打到花了 但是呢現在呢 就是油價是好了啦 它的營運也送頸了啦 所以其實呢 如無意外呢 奧士在這個財政年度 以至往後那幾年呢 它派的股息呢 應該派得挺厲害的 應該OK的 那派的股息強的程度呢 只要你不是太高的價格買呢 它應該是比例如阿里森美孚 或者雪佛龍那些東西不出奇的 所以就是說呢 其實也有分析就是說 其實巴菲特 它這麼喜歡一些類似 cash counting的物體 或者一些free cash flow 其實是源源不絕的一些企業 老巴是最喜歡這些企業的 那所以它就是看著 奧士是一個財務專家 而為它有機會提供源源不絕的股息 或者是特別強勁的幾年的股息的份上 它才去買奧士 那如果這兩個論點成立的話呢 那就是突然出一個 對於投資者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就是奧士它不是天下無敵的 這個也不是說你盲根這樣 我什麼價都跟巴菲特 就是大家共同生死的這個 你這樣想 怎麼知道原來人不是這樣想的 那你就表錯情了 你太高價格買的話 就又喜歡挫折 挫折完之後 紫時又在那邊喇叭飛 一罵完之後就是 劍底又會向上升 這樣就不是太好了 所以就是說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以上這兩個 我再重申這兩個想法 不是我整個天經想出來的 是有些民間的一些 可能高手是想出來的 那你就想想一下 這兩個論點會不會是 就是讓你對奧士有賢的例子 不知道 我覺得교 適當成好 這個嚴重的 這個最好 我對它